瑞銀在一項研究中指出 世界發展綠色交通 使用電動汽車和其他電氣化系統 只會增加用電需求 瑞士政府通過2050能源策略計畫 在逐步淘汰核能的同時 增加再生能源發電 最近他們在阿爾卑斯山 海拔2500公尺高的一座水壩上 正在興建瑞士最大的高山太陽能發電廠 在水庫外牆建設太陽能板 以便全年穩定供電 以往瑞士主要是在小型房屋上 安裝太陽能板 容易受到季節影響 再更需要用電的冬季 反而太陽能產量不高 因此太陽能發電 近占瑞士總能源消耗的3.7% 為了達到2050年 WIN17體排放接近零值的目標 必須找到更適合 裝設太陽能板的地點 能源公司發現水庫外牆 是良好的太陽能板裝設地點 位於高山上不僅陽光充足 還能利用積雪的反光 同時太陽能板的發電效益 也會因為大氣層薄 空氣塵埃少 太陽輻射牆等因素而提高 目前新建的2.2兆瓦 高山太陽能發電廠機掛 將會更環保 到年底建成後 發電廠會有近5000個太陽能板 每年可生產 約330萬千瓦小時的電力 添補淘汰核能所留下的電力缺口 同時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以達成淨零目標